所以澳洲後來這個議員就被迫離職 離職以後 澳洲國會痛定私痛 就制定了境外勢力干預透明法 也就是他要求所有對於國會議員 你背後的金主 你背後往來的對象 你都必須要公開揭露 不然的話 國會議員一旦被收買 是一件非常大的災難 蔡衛議員 不好意思讓你最後講話 剛剛東豪哥有特別提到 這一波下來馬文君 待會那一波喝杯好油和許哲冰 你今天還敢上通告 這個資訊量有點大 要回 要回應 謝謝你沒有給我們推通告 謝謝你願意來 沒有啦 我覺得不管怎樣 不管是我今天願意來 我覺得都是面對 而且其實我覺得 剛剛教授有提到 他說柯文哲覺得這個臺灣 是一個不公開什麼等等 不認同嘛 我也不認同 所以既然大家都覺得 台灣是一個非常公開透明的社會 其實包含立法院 因為我以前當季球跑過立法院 所以我知道基本上立法院 什麼資料都是調得到的 所以既然這麼公開透明的話 我覺得應該就是 把它好好的交由 以前我們在立法院地圖堵麥的時候 你應該知道馬文君委員的點點點 種種種吧 這個我覺得是這樣子 這個回歸道 有人會質疑說馬文君他的專業到底在哪邊 他是一個政長出來 為什麼會選擇所謂的國防外交 我覺得如果是要這樣子直接去連結 因為馬文君想要做某些事情 所以才會選擇國防外交 我覺得大可不必這樣子做 我覺得因為像是我自己的專業 我是之前是新聞媒體出身嘛 但是我這個會期 我是在這個交通委員會 你說我實際上有什麼交通的專業嗎 好像也不是所謂的 像是大學主修這個交通專業的人 這麼的專業 但是我就因此而不能幫大家發聲 就交通的議題 來提出我自己個人看法 還有提出我的提案嗎 我覺得也不盡然 所以如果要用這樣連結的方式 然後去否定馬文君委員 我覺得這對他會不盡公平 但我回過頭來說 這件案子到底是洩密案 還是軍火採購必案 我覺得應該要好好的調查 尤其我覺得郭錫現在說法 其實是有點反反覆覆 然後這當中的事情 又牽涉到海軍在潛艦國造過程當中 跟民間廠商的互動紅線 所以我覺得檢調不應該要選擇性辦案 應該要好好的來查明真相 但問題是一樣是國防外交委員會 包括盧智辰委員在這個地方 包括我們知道王帝委員 為什麼他們都沒事 為什麼事情都住在馬文君身上 他們自己沒事 為什麼只有馬 所以我覺得這個 所以我覺得有事情就是好好說清楚 所以我也贊同馬文君委員 他應該要好好的說清楚 不應該是說好像聽說是有記者打電話給他 然後沒有接的狀況 我覺得既然牽涉到這麼複雜的東西 第一把自己的立場 該說明的 說明清楚 好 那如果辦公室認為我今天的說明 可能會被再度操作的話 OK 沒關係 我覺得既然辦公室要這樣子做的話 出來強調說我配合檢調調查 根本就躲起來了 國民黨到現在 沒有沒有 而且他們有點在混淆焦點 有點要再 他們想轉移焦點 對對對 國民黨現在比如像草星 他們就是想用郭喜 對 因為郭喜 他們就打郭喜 用郭喜來轉移馬文君的壓力 那有沒有用我不知道 但是我覺得這裡裡面可以分兩個部分 一個是檢調司法的調查部分 都查 郭喜也查 對啊 馬文君也查 我們直接講馬文君不是只有這個案子 馬文君不是只有空軍 他不是只有潛艦 我直接在那邊先講 馬文君比較容易 比較快出世的 不是潛艦 是空軍 還有更快出世的空軍 他比較容易出世的是空軍 F16V吧 F16V 對對對 那個也檢舉 那個也是據名檢舉一年半 OK 那郭喜的部分要不要查 當然查 因為有十六 十六卷錄音 錄音檔在那裡 郭喜說這個這個部分 他自己說的 我不幫他背書 但他自己說這個部分 他被查七次了 不管他被查幾次 不過你查結果 要有個結果告訴我們 就這樣大家才會覺得公平 所以他不複雜 可是政治這一塊 是國民黨要面對的 因為 問你講 如果馬文君不是國民黨的 集的立法委員 這個事情就不甘國民黨的事情 但因為馬文君是 那那麼多國防外交委員裡面 只有一個人洗 不客氣 只有一個人會抄資料 其實國民黨的問題 還有林北好兒跟許哲兵 待會我們講 財衛議員待會再幫我們補充 美美姐你針對於馬文君 要補充 我第一個講 我希望國民黨 不要在這個樣子 就是說 就剛剛東豪所講的 你們一直試圖 一直要導向說 軍火弊案 郭喜自己本身是軍火商 點點點的 那我們又講 這是一碼歸一碼的事情 這裡面到底有沒有弊案 那如果是照郭喜所講 他已經被調查七次 不管怎麼樣 對我贊成 檢調待會就說個明白 可是馬文君的問題 是非常核心的是 他把資料傳給韓國駐臺辦事 他也承認了 對他承認了 那也因此造成那些顧問們 有些人得了癌症 還在獄中 那這件事情 不只是讓我們未來的潛見 如果我們又在自治的時候 會不會遇到阻礙 他甚至可能影響到 我們在找其他國家顧問的時候 大家會以這個例子來講說 臺灣是個危險的地方 他們國會議員會把東西送出去 我們不要一去幫忙以後 我們回來我們自己都入獄了 這個事情是關係到國家的國防核心利益 跟機密的問題 可是我覺得國民黨一直在閃避 最不應該是拿郭喜的案子 要來這個轉移焦點 第二點我要針對這個議員來回答 就是說 我不會因為馬文君本身是一個區域的立委 一開始他就選擇這個 我就說他一定怎麼樣 但是我們要提的是 他讓我們覺得非常奇怪 是他沒有相關的背景 尤其是當你關心國防事務以後 你的所作所為太令人覺得匪夷所思了 你要不要冬結預算 你要不要刪除預算 還有包括你不簽保密協定 你不簽的那次會議是最重要的 有關於這些廠商代碼 還有那些軍購非常機密細節 你為什麼不簽 你中間是沒有跑出來 你到底打電話給誰 還有包括我都還沒有講 黃正溫說竹籃子 對不對 你馬文君只說我不是竹籃子 那塑膠籃子可不可以 我不知道你在幹什麼 就是說為什麼別人身上 沒有這些奇怪怪的東西 可是你馬文君有 那你最讓不可思議的是 你把東西寄給南韓的駐臺 這個代表處 這一切所謂 所作所為 是不是都指向 讓我們這個國防前線 能夠破局 這一點是馬文君到今天迴避 而國民黨也有復國人 你們到今天沒有個帶度出來 你們還想轉移焦點 我覺得社會大眾恐怕不能接受吧 林北郝由跟國民黨打工許哲兵 自導自演所謂的被恐嚇 今天來看到有非常多位 民進黨的明代 到了北檢按鈴申告 要求透過金流 抓出背後的引誤者 林北郝由自導自演的政治風波 持續延燒 民進黨立委高嘉瑜 以及立委參選人 謝沛芬 吳佩毅 曾博裕等人 一同來到北檢按鈴申告 要檢方協助查金流 找出幕後共犯黑手 這其實跟五年前網路一系列對於吳陰寧的攻擊 如果說跟境外的勢力有勾結的話反滲透法 綠營這回除了控告林北豪勇版主林玉宏 以及一同造假的國民黨黨工許哲兵 連同長期協助的網路公關公司都要一起告 因為綠營一口咬定 單憑兩人絕對無法鬧出這麼大的風波 他過去2019年就擔任這個當時雲林縣長張立善的小編 我們也想知道的是 許哲兵還有郝油 有沒有透過地方的LINE群組 操縱其他相關的農業議題 來散播其他不實的謠言 來打擊台灣的農業 有沒有配合中國的資訊戰略做相關的操作 參選新店立委的曾博裕再度驚咬 參與其中的藍營黨工許哲兵 與雲林張家關係匪淺 加上這起事件 與過去中國對臺認知作戰模式幾乎如出一撤 是單純的政黨攻防 還是有境外勢力介入 還有在檢方查個水落石出 好 我們來看到這一次直銀黨 直銀國民黨在背後操作林北好油事件 今天我們包括看到民進黨立委高嘉瑜等人 到了北檢告發查金流 其實透過金流就知道到底怎麼回事 想要了解到底林北好油跟所謂的許哲兵 到底怎麼關係 是誰找誰 這樣網路亂帶風向 不過玉慧姐 我覺得這個小油 當時也很悲哀 你看林北好油早期 在農業粉專講著這樣大名大放 說他好厲害 粉絲很多 然後他到之前也被爆料說 他擔任過所謂 某家公司的總經理 一個月薪水說七萬塊 然後做了這個公司 兩個月之後 公司就倒閉 兩年 兩年 公司倒閉 業益才兩萬 所以這兩年當中他一定如作針氈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